行政長官梁振英去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大會 遭到議員圍攻 批評他的房屋土地政策 沒有再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政府的數字 去到2025年 人口增長由加上700萬去到770萬的人口 是新增70萬 請你提出你的問題 你的房屋的數字 10年之後是欠20萬個單位 如果用人口增長和解決現時20萬輪候的數字 你是不是繼續欺騙市民 那些二手樓盤就封盤反價 多到不得了 意思就是說那些中產想買樓就很難了 可能你都聽到公民黨對於國下 這個幫香港人上樓置業 就認為你是沒有膽沒有息 就沒有規劃 你那10招不是很臭 30多幅在歐地表的屬地 已經規劃好 為什麼你放棄了 寫易而取難 去找一些綠化帶 找一些工業區 找一些GIC地呢 你是不是在灑香港市民呢 我們新界政府是有一些新的思維的 包括什麼呢 我們認為我們需要去建立土地儲備 而且土地儲備量呢 還要超出我們當時的需要的 這些全部都是新的思維 大家如果詳細看我們的施政報告 大家會看到我們不單止長期 有一些比較宏大的一些計劃 即使短期呢 我們透過我剛才說的 我們土地的重新規劃 我們提高密度 以至到呢 本來限制發展的兩個地區 港島本山和博富林區 我們可以增加樓宇的供應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力度呢 是十分之大的 大文會期間 社民連梁國雄 將一本寫上 《穩中行騙》的施政報告 扔向梁振英 諷刺他欺騙市民 最後被主席曾鈺誠趕來會議廳 大國政府團 放棄衝擊 穩中行騙 除了房屋之外 新聞黨的葉劉淑儀 就關注香港的優勢產業問題 上屆特首就推出六大產業 今次在你的施政報告 產業發展提了三項 金融、工商專業、國際航運 優勢產業提了兩項 好像六項剩下兩項 我想問特首你怎樣去選擇優勢產業 和你的產業政策是怎樣 我們都不能夠試圖在一個710萬人口的經濟體當中 和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 在每一個產業問題上 差一天長短 因此我們一定要適度去選擇 我們有優勢的一些產業 這個也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要做的一個工作 移民建聯的李慧琼就要求梁振英 組織全體立法會議員 包括一些沒有回鄉政的議員 去到內地參觀了解國家發展 我的主觀願望很想能夠和立法會議員到內地參觀 參觀內地近年高速的經濟和發展 社會發展之後的種種的新面貌 只要條件合適、時間合適 我非常願意和大家一起到內地參觀 梁振英又說 他主觀上願意協助沒有回鄉政的立法會議員 拿到回鄉政 但客觀的條件是需要多方創造 香港寬頻電視機就在彭樂言報導 我們這段時間 我們再跟我們交給大家 Oti